粮食短缺是长期困扰非洲国家的重大难题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现在已经解决了14亿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对非洲人民希望实现温饱的诉求 感同身受 中国已在非洲建成了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推广玉米种植 蔬菜摘培 牧鼠繁殖等300多项先进使用技术 使当地农作物增产30%到60% 中国砸脚水稻已在20多个非洲国家砸根 以马大家之家为例 中国砸脚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过了7.5万公顷 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7.5吨 超出当地品种的产量的三倍以上 被当地人民称为插拉背 就是最好的东西 杂脚水稻被印在了 马大家之家最大面额的钞票上 在刚果部种植的华南五号墓所 每公顷产量达到51吨 是当地品种产量的5.6倍 均草技术成功在卢旺达应用 并开花结果 带动卢旺达三万多人就业征收 被当地人民称为幸福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